来吧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段短片 你们戏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发来了 视频 天津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沙翼 由于工作的原因不能到达现场 知道我们的《平凡岁月》这部戏 我们要在天津卫视和大家见面了 很开心 很高兴 因为我们这部戏是一个都市的喜剧 当时拍摄的时候 大家也是很愉快 希望在天津卫视 观众朋友们能够喜欢 能够多支持我们这部剧 祝《平凡岁月》这部戏 在天津卫视能够收视长伙 祝剧组今天的录制 能够愉快 圆满成功 这么规矩地给你们发个视频 还要早知道你们这一堆人 这么 这么 那个这么 结果他能这么着吗 对呀 这么愧气地给人发个视频来 然后回家一看 你们这么糟蹋我呀 来 你们俩说一下谁最抠剧组里 对 我同上 那你抠吗 我不抠 我也买过水 买过冰味 你看 看宝都买过 那请问沙亿买过吗 忘了 没有 你不要在那装了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实验孤奶奶一局的思琴高瓦老师 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到场 但她也通过视频 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呢 看起来呢 我已经迟到了 对吗 你们已经先看了这个 卫视台呢 播的一定是非常火爆啊 啊 那么 我怎么听说 你们都骂 杀意 说她什么呀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吧 说她特别小气是吗 我怎么不觉得 我是姑奶奶呀 不信你再问问她吗 肯定也不觉得是吧 你为什么呢 每次啊 她跟我见面都是 哎呀 老娘长 老娘短的 还不犀利呢 扶我一把呀 推我一把呀 掺我一把呀什么 从来都是这样的 而且呢 端茶拿水呢 这常有的事啊 可是呢 后来啊 我才知道 那是她从别人那儿 偷了说的 你以为 她是自己的好茶也给我喝呀 才不是呢 说了半天杀意 那别人呢 对吗 这次呢 合作啊 老少结疑是吧 首先呢 就是明珠老师了 多才多艺 真的是老艺术家 那么杀意咱们说归说啊 好演员 好青年 好孩子 还有这儿媳妇呢 虽然说委屈她了 但是她有幸福啊 对吗 好演员 好孩子 我想呢 我也不错 因为什么逗大家乐了 是不是 大家高兴 秋天了 大家好好的保养身体 好不好 过个丰硕的秋天 瘦果累累 好吧 我是看出来了 今天呢 我们这个杀意没来太亏了 所以以后巨轩 千万要争取去 谁不去黑谁 知道了吗 这要给这个所有做巨轩的人 做一个提醒 不要以为不来是个什么好事 我们的经验就是 只要是巨轩 谁不来谁倒霉 谢谢 这样啊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咱们请妈和咱小姨 给咱来一段绣红旗 好不好啊 好 咱们正好拍个全家福 来来来一块拍个全家福 一二三 千分心 万分爱 我做尽心绣红旗 小滑 羽羊羞红旗 平日到处符眨眼 今日的心跳奋爱 你看谁来了 迎来大来宾 余月仙 你觉得知道余月仙的人多呢 还是知道卸大脚的人多呢 所以我们家就是过日子起来 特别省钱 就不用请保姆 我就是 各种惊喜嘉宾空降现场 颜值这么好的人 拆成了杜绪灯 我没有想到 我万万想也没有想到 回忆过去 又是怎样的悲伤之情 涌上心头 活着不孝 死了烂叫 一点用都没有 还有哪些青春好友来到现场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下期 你看谁来了 你会有什么事吗 我现在是不想到 我现在是不想到